現在溫哥華的音樂界又有盛事要舉行了 就是BZ中樂團的年度音樂會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BZ中樂團的代表Galon 來接受訪問 跟我們分享一下今次音樂會的主題 以及他們的團隊 將會怎樣為大家帶來一場難忘的音樂會 Hello Galon Hi 主持你好 首先不如跟我們說一下 今次29週年音樂會的主題是甚麼 以及為何會有這個想法 今年我們29週年 我們的音樂會的主題 名叫做 花月時空 英雄會稅 為何我們會選擇這個英雄作為一個主題 其實我們在這幾年 在世界上發生了很多戰果 雖然疫情已經過去了 但這兩年還是在世界陷入了戰爭當中 所以我們很希望藉著英雄這個象徵 讓它帶給我們世人一個心目中的光明 以及對未來的期望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今年有甚麼表演的陣容和曲目呢 我們的指揮華斯妍女士 Petty 自從2016年以來 擔任我們VC中學團的指揮和藝術總監 今年他所監督的所有表演曲目中 有一首值得我們想要提出的 就是叫做《楚宗》 內容主要是霸王別姬的歷史故事 這首歌對二虎的獨奏技巧 表求相當高 再加上這首歌的拍子不斷的變化 所以這首歌整體來說 是我們今年難度最高的選曲之一 除了這首歌之外 我們另一個重點的歌曲 叫做《小都會祖曲》 裏面有兩首歌是要有人聲唱的 我們邀請了華人合唱團的喵全群老師 來擔任唱女高音 而重歌的部分有合唱團 我們有支音合唱團一起演出 所以我們今年的哲語是非常豐富的 哇 真的很期待 製作團隊將會如何塑造出 符合英雄氣魄的主題呢 有沒有落了什麼特別的苦工呢 其實這首歌 他都是遙寫不同時代的英雄的表現 指揮外的指揮英雄統監 他都落了很多苦工 了解到一個作曲家 他想想表達的容易 為了保衛家國和悲壯的情懷 我們要表達他們 還有有時也描寫到他們天人兩相隔 分開時悲痛欲絕的情懷 還有他們飄勇善志的英雄 他們應該有另一年 就是一個游情的一年 有一點暗情的故事當中 所以我們希望中最好的 都帶給我們的觀眾 如果想參與的觀眾 還可以在哪裏買票支持你們呢 大家可以上到Gwaytheater的網站 不在跳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協會的網站 www.bccma.net 你們的支持對我們是非常大的鼓募 是我們最大的港元 希望5月18日見到大家 我來自然之下 謝謝 我好了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